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稳居全球前四 西游市场增速第一 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市场排名前五 我们的努力不断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2020年8月我们再度上榜2020财富世界500强 排名422位 比去年进步了46名 今年是小米的10周年 非常感谢过去10年大家对小米的支持和鼓励 新的10年 小米将核心战略升级为手机乘AIoT 更具乘数效率 更是相互加持的统一整体 围绕手机核心业务 我们的AIoT布局构建美好生活 让小米真正成为未来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智能手机始终是小米的核心业务 2020年第二季度 疫情对整体智能手机市场带来影响 但小米智能手机销量仍然达到了2830万 我们继续坚持双品牌策略 Redmi品牌继续推动5G 手机大众化 小米品牌在高端市场布局有获得显著成功 我们最新发布的小米10自尊纪念版 再度拿下DXOMark相机评测全球总分第一 继小米10 Pro 我们再度获得全球拍照最好的旗舰手机头显 总体而言 我们的中高端手机销量占比上升 在智能生活领域 我们继续为万物互联贡献力量 小米电视继续稳居中国第一 全球前五 并且不断发力高端市场 在小米10周年产品发布会上 我们发布了全球首款可量产的透明电视 同时A IoT平台规模不断扩张 设备间互联互通的体验持续提升 小米IoT平台链接的设备数 已经达到了2亿7100万 小爱同学月活用户数 也达到了7840万 支持小米设备之间协同互动的小米妙想 带来更丰富的场景应用 和更便捷优雅的互联互通体验 互联网服务在这个季度充分体现了 小米商业模式的多元和活力 整体互联网服务收入增长强劲 米UI生态不断扩张 智能电视端的内容用户规模持续扩大 感谢全球米粉的支持 在报告期内 小米境外市场也实现了很多新的突破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我们在欧洲市场的拓展正渐入佳境 智能手机市占率首次达到第三名 尤其在西欧市场 我们业内增速第一 我们在西班牙市场智能手机市占率 已经联系两个季度排名第一 在法国市场已经首次排到了第二位 新的十年 我们凭借技术为本 性价比维刚 做最酷产品 这三大甜蜜 为全球每一个用户带来美好生活 面对未来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努力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相信自己 一往无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